屌妹 虽然天上下雨 但是我也穿着雨衣来了 风雨无阻嘛 必须的 所以我们走吧 还有口鼓进来 别吵了 走 我们去踢馆吧 屌妹 上菜 渣 渣 渣什么渣 为什么要说渣 你来说 哇 这个前菜还真的挺够意思 那这个豆子我喜欢 我说原来他们前菜都做得好精致啊 表妹为什么还不上菜 快给我上菜 突然觉得哇哇哇好丰盛啊 桌面摆的摆不下 然后就是擦缝 各种缝 我要吃一下它原味 然后再吃一家芝士的 我突然觉得它好像二两烤鸡翅啊 这个可以拉丝的 拉丝 嗯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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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这个芝士我好喜欢啊 而且芝肉 芝肉 鸡肉剩下的片状 呦呦呦呦 这个丝状 这个就是 不是 这个就是 索衣的丝绸之路 它一吃就是韩国的那种 腊鸡风味 然后腊鸡风味 而且芝士很浓 你看我现在 已经学会了吃的技能了 这个时候就是什么技能我都不用混 吃就可以了 而且里面还有大白菜 大白菜就是 在这个里面真的是起到了你口感的作用 我既然看到电视里面有一席用餐吧 那个是我的下饭神剧 从大学开始一直到现在 一直看那个从第一步到现在第三步 是炸鸡 这个炸鸡 很香 是蛋黄的香味 是甜辣椒的 我喜欢 超喜欢韩国的甜辣椒 因为它甜味真的甜的很正 所以它这个甜辣椒里面 感觉稍微酸香味 还挺香的 这东西好了耶 手里的看着锅里的呀 哇 这个辣椒是二两烤吃的感觉 然后它其实中间跟我之前吃的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它它芝士里面加了这个 美人椒 美人椒 其实我觉得它还蛮中式的 因为它这种芝士就是那种黏黏的扯扯的 然后肉是比较嫩比较软 但是吃那个青椒的时候就是会稍微脆脆一点 所以它们的口感是互补的 我挺喜欢的 哇 我吃了不一样的口感 把这个放到植树里面就别有一番风味 所以现在我get了一个新吃法就是 如果你们来吃这个锅的话 可以把辣植卷到鼠泥里面 哇 这个鼠泥超健康 这个奶黄酱和平常吃的奶黄酱一点都不香 因为它会有酸酸的味道 我要来喝点这个米酒 来 干杯 这个肉你们一定要趁热吃 因为两个肉它会稍微硬一点 我来吃个鸡爪 它的那种辣味是辣酱的香味 不是很辣 但是很酱 单排 哦 这个好开胃啊 应该一开始就喝 现在还开胃了呀 现在开始更开胃了呀 看 弄干一杯 弄干一碗 你先打老头别打我啊 绝对不会 你先打老头别打我啊 你先打老头别打我啊 怎么可能啊 我这种人喝酒都是刚顺的 来打开我们来看一下 哦 它这是个拌饭嘛 里面还有这么大后节的午餐哦 夏天的风 温暖你的吹破 你是打老头了 没有啊 那里 胡哥 你这样说胡哥知道吗 这小时候看 现在起来说酌米胡哥嘛 我现在我要丹蚩烤肉 我不要 我不要加生产了丹蚩 是 待会我如果再点什么东西 已经受喝醉了 我还想要那个冰淇淋 这个南瓜这里面还有汤圆耶 上面没有甜味 好了 今天我就吃完了我的韩国料理 韩国料理真的是以众不同的 刚刚立下的富拉美现在竟然 被自己推倒了 我觉得喝了这个还是有点昏的 所以你们不要想来什么米酒 就是什么米做的 酒很大 还真的有点上头 所以我们一起来上头吧 哦对 好了如果你们喜欢美的话 也不要忘了去关注你们 现在会不会带我左翼 给我点赞哟 点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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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